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首个教育视频 然后呢 这一期呢 我来教大家画这种 人头像吧 类似人头像这种东西 虽然不能算是写实 但是算是半写实吧 对不对 半写实半创作嘛这种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教大家画 然后画这种人像之前呢 这个有一定美术基础小伙伴呢 肯定都知道 这个要先画一下这个轮廓 这个轮廓怎么画呢 定一下这个头的位置 包括就是头的四边位置 然后肩膀位置 脖子的位置 对不对 途径间的关系 然后画完这个呢 咱们再来就是开始通过你勾的这个轮廓 然后开始一点一点一点找形 对不对 一点一点找形 然后呢 这一期呢 小熊也是画了一个傻逼 对不对 然后这个画傻逼之前呢 咱们先是首先拿到傻逼照片 拿到傻逼照片之后呢 对不对 把这个傻逼照片裁一下 裁成这种与画面 对不对 与画面相协调的这种大小 然后咱们再开始画 然后画完这个轮廓之后呢 开始找一下这个眉弓的位置 还有眼睛的位置 鼻子的位置 嘴巴的位置 然后这个呢 也是以线的形式先表现出来 然后勾一下耳朵 然后开始呢 然后咱们就开始把这个直线 逐渐的呢 变成这个曲线 对不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把线一点一点的让它给圆滑化成 然后这是起形的过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眼睛这儿有一个眼窝 这个眼窝是往里凹的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是突出的 然后再往下下巴也是突出的 然后这是四分之三侧嘛 哎 也不叫四分 五分之三侧 啊 差不多 然后耳朵 因为这个侧面呢 侧面耳朵要着重的刻画一下 对不对 因为这个侧面 这个耳朵还是比较关键的 然后脖子 哎 脖子呢 还有个小胡杰 然后咱们开始刻画五官 刻画五官呢 也是 也是一点一点来 对不对 画这个人呢 这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是哪呢 第一是眼睛 眼睛是心灵窗户嘛 对不对 眼睛和眉毛 对不对 眼睛和眉毛画的像了 这个人你就画的像了 所以说眼睛和眉毛大家一定要就是 好好的仔细刻画和画 然后再往下 鼻子 嘴 其实比较不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嘴和耳朵 就五官来说 五官来说 重要的就是眼睛 眉毛 鼻子 这三个是一定要刻画的相对准确一点 然后画完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画这个傻逼呢 它带着副眼镜啊 然后呢 咱们给这个傻逼画眼镜 画头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傻逼呢 头发还是个卷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卷发傻逼 然后咱们给他画上衣服 然后这个形起差不多了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上色 这个水彩画这个彩头 也不能说写实彩头吧 就是画这种普通的彩头 要怎么说呢 一定要是选比较厚一点纸 为什么选厚一点纸呢 因为你要在上面画很多层 而且用的水量也比较多 如果纸太薄的话呢 这个纸会皱 会皱 而且呢 就是你进行擦色的时候 或者说 就是你想给他 加点水 给他调浅一点这种 就会显得比较麻烦 所以说用相对厚一点纸 然后呢 咱们先铺一个底色 给这个脸铺一个比较黄的黄色 对不对 也不能说肉色 这个颜色呢 是用的这个 忘了是什么黄了 就是很像肉色那个黄 然后掺了一点土黄 然后又掺了一点点橙色 然后加了很多水调出来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铺到这个傻逼的脸上 对不对 然后铺到傻逼的脸上 然后 然后咱们刻画一些阴影处 刻画阴影处 比如说这个眼窝 鼻底 然后上嘴唇下面的阴影 然后下嘴唇下面的阴影 然后脖底 再就是耳朵那个位置 这个地方会有阴影 然后如果 如果它有流汗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有阴影 这个地方会有阴影 这个流汗的话 这个流汗下面也会有阴影 然后显然这个傻逼没有流汗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差不多了 画差不多了之后呢 咱们再一点点刻画细节啊 然后先从这个鼻底下面这块 比较深的阴影开始啊 然后 嗯 你一开始调那个肤色 就调出来那个肤色 你一定要调的非常多 为什么要调非常多呢 因为这个整个人 整个人的脸 脸就一个颜色啊 对不对 整个人的脸就一个颜色 就皮肤都一个颜色 这个 这么多颜色呢 都是在这个肤色的基础上出来的 懂不懂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脸上有那么多颜色 实际上都是在肤色的基础上产生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肤色 就是一开始谷的这个肤色一定要调很多 这样的话 在后边进行阴影呀 包括一些亮面呀 暗面呀 进行调色的时候 然后都可以掺上这个之前调的肤色 就在之前调这个肤色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调色融合 这样的话 调出来颜色就比较符合这个正常画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 不过你要是有那种 对吧 有那种想法 有想法画那种比较高大上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自己去弄那种对比性比较强的颜色嘛 对不对 我之前也是看过一个国外大处 一个国外大处画人像的时候 喜欢用一些 根本就不可能在人脸上那种颜色 对不对 然后画出来超漂亮 然后呢 小屏也是不敢这么玩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完这个脸呢 咱们就开始画一下这个眉毛 这个眉毛也是用 也是在这个肤色基础上 用肤色 然后再加上棕色 再加上一点那个浅黑色 也不知道是不是浅黑色 反正我感觉它就比黑色稍微浅点那个颜色 在那个颜料里 然后呢 用那个颜色调出来了 然后点一下眉毛 然后点一下眉毛之后呢 在眉毛边缘处 眉毛边缘处再用水 把它给挑干净点 挑干净点 让它能透出底下的那个肤色 然后再涂一下这个脸 反正整起来说 还是挺容易的 这期视频小熊也是没加色 虽然说中间一直捡来捡去的 但是就是一些 但是我剪的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地方 就关键地方都给大家留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然后铺完这个脸呢 咱们就开始铺这个头发 这个头发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要留出这个头发的这个高光位置 懂懂小伙伴们 就是留下那个高光位置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铺的时候 要这么一点一点铺 然后中间那一圈 就是高光的地方呢 咱们要留出来 对不对 然后留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熊呢 它是先铺了一层这个 呃 棕色吧 棕色还是熟和 我也不知道 然后铺了一层这个 然后呢 再调了一笔深一点颜色 开始往里添加 对不对 因为这个 如果你一上来就用这种比较深的黑色呀 或者说什么颜色的 就铺这个头发 到最后就会形成一种 呃 很阴沉的感觉 就很重 很阴沉的感觉 然后呢 呃 如果一上来用这种比较 呃 也不能说是鲜亮 就是相对而言比较鲜亮这种颜色 铺一层点 然后呢 咱们再铺点别的颜色 这样就会显得 呃 要重有重 然后 要透亮的感觉呢 也多少有那么点透亮的感觉 反正整体来说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铺完头发呢 还是 还是有一种 呃 怎么说呢 反正有种 因为挺萌的感觉 对不对 挺萌的感觉 然后 然后咱们就开始等它干嘛 然后等它干的时候呢 呃 别闲着啊 别闲着啊 咱们就开始画一些别的地方 比如说给这个鼻头啊 给这个耳垂着啊 耳垂 对 给这耳垂啊 什么的地方 开始加一点颜色啊 加一点颜色啊 让它显得 呃 比较饱满 比较 比较 富有这种 呃 人气吧 对不对 人气 就那种 呃 白里透红嘛 对不对 人 人都说啊 这个白里透红 哎 很好看啊 对不对 呃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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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哎 这样子 整体来说还挺萌的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稍微勾一下头发 然后开始给这个傻逼画眼镜 这个这个整个人脸上的这个脸画完了 他其实这种戴眼镜的戴眼镜的这种源头 还是比较好画的 为什么比较好画呢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眼镜勾的稍微细点 这整个画面都会显得一种比较好看的感觉了 对不对 就是一种萌萌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眼镜大家一定要刻画在细致一点 就比如说小熊就非常细致的画了这幅眼镜 这幅眼镜实际上画的用的时间呢 和这个和画这个脸的时间差不多 然后这眼镜呢 其实有几个非常关键部分 第一是外边这个深色的这个镜体 不是镜体 镜框 镜框画完之后呢 注意这个镜片位置 它镜片位置是一层亮的 懂懂吗 就那一圈是有厚度的 它是一层有厚度的亮 亮边 然后亮边中间呢 还会夹着一小条暗边 就是那个眼镜会卡在那有一小层暗边 然后画完那个之后呢 眼镜还会有一些高光的地方 就比如说贴近边角的地方会有那么一圈 不能说一圈半圈高光 非常明显 然后 然后再就是画完这个眼镜之后呢 咱们就根据这个眼镜啊 开始给这个眼镜下面皮肤打上这个眼镜的投影 对不对 打上这个眼镜的投影 这样我显然这副眼镜是真正在这个人脸上 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画画眼镜的时候画眼镜是画完了 但是老是忘记画这个投影啊 实际上不画这个投影就会看起来这个眼镜 不像是戴在脸上的 像是刻意夹上的懂不懂 所以说这个投影一定要画的稍微仔细一点 就比如说贴近皮肤的位置 就是眼镜和皮肤比较挨得近的地方呢 这个投影会比较深 然后离得越远呢 越浅 越远越浅 懂不懂 就那个意思啊 对不对 小伙伴们理解理解就是懂的 然后咱们画完这个头部呢 然后就开始画这个衣服啊 这个傻逼呢 也是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啊 对不对 棕色的这种 小皮衣吧 然后小皮衣 然后咱们就给它画 然后还是先铺一层这个底色啊 这个铺底色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 由于这幅画的这个 重点 对不对 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头部位置 在头部位置 所以说这个衣服一定 就是你就算想画的很精细 你也尽量的别画太精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画太精细的话 它会抢 它会抢掉这个主体部分 所以说呢 咱们就稍微的 粗略的画一下 铺一层底色啊 然后呢 流出这些 比较强烈的反光 流出比较强烈反光之后呢 再等它稍微干一下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呢 对不对 用这比较深的颜色 咱们给它画一下那些 褶皱呀 阴影呀 什么的位置啊 把这地方画一画 这个整个衣服就 稍微就会有那么一点感觉 然后整起来说呢 还是比较轻松加随意 对不对 这期视频呢 也是推荐啊 就是有一定 有一定 有一定基础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去跟着尝试一下 然后 然后平常刚开始 学画画的小伙伴呢 也是也是可以画的 也是可以画 但是呢 如果画出来 效果不尽人意呢 也是 怎么说呢 还多加练习吧 对不对 这个 毕竟画画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完成的嘛 对不对 小熊也是 一直在这 天天也是练习画画嘛 练习画画 希望有朝一日 对不对 有朝一日 小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真正画画的 对不对 现在也是特业余 这个学水彩呢 也是自己学的 也没人教啊 对不对 也没人教 就自己在这琢磨 然后这个画 这个彩头呢 也是 也是看了一些教程吧 对不对 看一些教程 然后慢慢琢磨 然后一幅一幅 练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还是 多少有那么点感觉 对不对 多少有那么点感觉 反正我感觉 这一期视频做的还是比较新手化 对不对 基本上小伙伴们看看都能 离解个八九不离十吧 我是那么感觉 毕竟 毕竟我也算是 我也算是半个新手吧 对不对 然后我也是自己琢磨的 然后琢磨出来之后呢 然后也是自己琢磨点 比较简单易懂的方法吧 对不对 交给小伙伴们 然后小伙伴们呢 也是希望小伙伴们都能 都能喜欢上画画 喜欢上画画 然后不求你们都会画画 我求你们 我是希望你们都喜欢上画画 然后这也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铺完呢 咱们就是再用这个笔 这个点一下这个头发上面的 比较重的地方 这头发什么地方比较重呢 就是头发追击比较多的地方 由于小伙伴这个傻逼呢 它是个卷毛 它这个卷毛呢 所以说是头发上 它这个追击比较多的地方呢 它比较难找 然后比较难找呢 小熊就差不多随便扑几个地方 扑几个地方 差不多有那个意思就行了 然后画完这个傻逼呢 咱们开始给这傻逼画背景 然后也是画完这个头像呢 这个背景也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这期呢 小熊画这个人 大多数是以这个棕色为底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脸呢 小熊也是加了很多这个棕色 然后衣服呢 也是一个棕色 然后头发呢 小熊铺的底色也是一个棕色 然后就算这个黑矿眼镜 小熊也是加了一点棕色 在里面调色 所以说呢 这个背景啊 小熊就准备用一种 蓝绿色 蓝绿色 或者说 再插点祖母绿啊 什么的 这种颜色 来作为它背景色 这起到一种衬托作用吧 对不对 起到一种衬托作用 就是这个对比色嘛 这个对比既不能太强烈了 然后小熊也是需要讲究一下这个配色问题 就比如说 呃 你 你这个主体物是一个偏蓝色的 对不对 它穿蓝衣服 你背景整个 呃 整个什么 啊不对 比如说它穿红衣服啊 对不对 它这个主体物 它穿红衣服 然后你给它背景 整了一个 呃 绿色的这个背景啊 它就显然不合适嘛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个红配绿 晒狗屁嘛 对不对 所以说当然不可以 然后所以说小伙伴们呢 也是尽量的 把背景呢 也是铺的好看一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呃 铺完背景呢 就铺背景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 呃 眼镜的那块背景啊 眼镜的那块背景呢 小伙伴们一定要就是 呃 铺完之后 再拿笔 再拿诗笔 把它挑一下 挑一下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让这个眼镜 这块背景 比后面这个背景要浅一点 为什么要浅一点呢 因为眼镜它是 呃 它是块玻璃嘛 对不对 是块玻璃 然后它会 它会过滤到 过滤掉背景的一点深度嘛 对不对 哎 我也不知道 我说对不对 反正 我理解是那个意思 然后 然后这个后面的背景呢 和前面背景要颜色 有点冲妥对不对 有点不一样 然后前面这个背景呢 大多是 以这个绿色蓝色为基点 然后后面这块背景呢 小熊就 以 小熊就把这个颜色 稍微调的 稍微深了一点 然后铺上 这样的话形成一种 怎么说呢 前后分的开的关系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铺完这个背景之后呢 然后小熊也是搞一些效果上去 然后搞一些效果显得这个背景不是那么单调 甩了一些就刻意去甩了一些点上去 然后 有些点呢是甩到已经干掉的画面上 已经干掉画面上甩上点呢 这个点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点 然后甩到湿的画面上呢 这个点就会在里面慢慢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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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散开 对不对 这也是水彩比较好玩的地方 大家看到啊 差不多就这样画完了 然后这个傻逼呢 也是画挺萌的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傻逼长得没这么帅 对不对 傻逼长得可难看了 然后小熊给刻意没画了 然后给大家上完成稿 这个完成稿呢 也会在那个下面有连接 然后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高清图 然后给大家看完成稿 好 这就是完成稿啊 对不对 小熊扫到电脑上 扫到电脑上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还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啊 对不对 还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